民進黨王毅川他在節目自爆說 透過手機的數據分析人民個資 現在引發軒然大波 今天這把火燒到了立法院 到底有沒有提供給王毅川資料 我們沒有 完全沒有提供 面對媒體追問 中華電信董事長郭水逸 特別來到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專題報告 就因為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自爆可以透過手機數據 分析人民個資 郭水逸再三掛保證 中華電信絕對沒有洩漏問題 誰可以來跟中華電信申請 這樣手機信領資料 電信信領資料是不會外流的 政黨相關的 集會遊行相關的活動 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分析 全黨挺議人情有可言 但是整個政府挺議人 會把台灣的人權把它當掉 如果假設這些通通沒有 那很簡單 就是假新聞 國民黨和民眾黨立委齊聲炮轟 質疑王毅川到底是透過 哪個管道拿到人民數據 郭水逸和NCC主委陳耀翔 則強調如果是學術上的研究 確實可以得到趣識別化的資料 例如說我們辦相關的活動也好 辦相關的這些所謂的集會遊行也好 或其他的相關的資料 或比如說我們要行銷商業 這個往往都有大數據分析 還是會用到個資 個資去識別化的才可以適用 立委質疑電信公司和王毅川兩方說法矛盾 到底是誰沒有說真話 如果有一些誤會趕快釐清 那麼有一些已經進入到偵查範圍當中的 已經有進度了 那麼也希望檢調單位 儘快的向社會公布所有的偵查的結果 從集會遊行變成洩漏各自風波 現在還端上國會殿堂成了質詢專案 這把火越燒越大 記者李洛同 蕭國鋒採訪報導